说是沐浴后便去善一堂 然而路亦忘了重要一环 今夏尚未用善 自是要先让夫人填饱肚子 然后见菲尔灵儿被爆出来晒太阳 又与孩儿们玩闹一番 夫妻二人来到善一堂时已是午后 玲玲还有几位等诊之人 盖树将他们引入后堂 我掐指一散 便知道丫头今日定是要来的 盖树这边斜地着金夏 那边已抓过路亦的手腕开始枕脉 嬉笑的表情请客换作眉头紧皱 小字 行逢了 一句话说得金夏面红耳赤 路亦倒是坦然汗手 看向盖树 难道这股跟这事也有关系 嗯 此前你的脉象一直正常 而今日却十分混乱 这股计被换作七情草 关键在情字上 定甚是邪性 我担心对你的身体会有损耗 盖树思索道 所以 谷独未彻底解除钱 还是不要 好 晚辈记下了 路亦身所见美 想起前日吉兰太告诉她的话 小蕊的谷是她母亲所种 她母亲自己身上也有谷 王侍郎身上也有 如此 思及至此 路亦看向盖树 待我将重谷之人带来 前辈好好询问 再找方法意识不迟 灵儿也说 能见到重谷之人自是最好 盖树汉首道 大人 你这适合人重的谷呀 惊吓惊讶的邓大水谋 嗯 也是前日才知 当时一心只在找夫人 为吉他想 路亦将吉兰太的话讲述了一遍 星谋由平静变得很立起来 现象 该解决了 都日里傍晚时分 天已经全黑 北镇府司里还是灯火通明 几名黑衣人扛进两个麻袋 黑衣人层服大手一挥 其他黑衣人全部退下 层服将其中一个麻袋解开 小蕊被从里面扒出来 除去口中的金帕和面上的黑布 小蕊惊恐地睁大眼睛 见吉兰太站在她的对面 不由地惊呼道 姐姐 妹妹 莫怕 姐姐只是想找人将你的骨拔出 吉兰太上前 解开小蕊身上绑着的绳索 姐姐 这是哪里 姐姐不可呀 若是拔出小蕊体内的骨 小蕊便无法回家面对父母了 小蕊惊魂未定 吓得不轻 莫怕 姐姐自会安排好一切的 吉兰太言霸 一个手刀砍在小蕊的脖梗 小蕊灯时昏了过去 陆毅 惊吓 玲玲 盖叔自格间走出来 玲玲上前先给小蕊诊脉 又在她手指上扎了一针 挤下挤滴血来 用茶盏接住 再放入随身带来的药丸 性子大小的黑褐色药丸 一点点开始溶解 制剩到黄豆大小时便停滞下来 无再有溶解的迹象 这药丸必须全部溶解 才能让义儿与那姑娘服下 半个时辰后 骨便可拔出 线下药丸未全部溶解 看来想直接拔骨怕是不行 玲玲秀美紧促解释道 只有问问骨骨之人了 该说看向陆毅 陆毅是以层服解开另一个麻袋 一位妇人被层服拽出来 除去口中金帕河面上黑布 此妇人三十出头 花容月貌确实有几分风姿 这妇人不是旁人 正是小蕊的母亲 王侍郎的妇人 王夫人一眼便看见 歪在椅子上的小蕊 大喊道 小蕊 小蕊你怎么了 她死不了 莫要大呼小叫 臣服呵斥道 王夫人虽被傅着手脚 但仍是一脸的愤怒与不屑 扭头瞪了臣服一眼 开始扫视众人 在看到盖书时 定住好一会儿 才转谋看向陆毅 陆大人 你凭什么将本夫人带到此处 陆毅心下呐喊 她居然识得我 心知定是参加哪位朝中大员的宴请 而被这我为王夫人记下了 王夫人给朝廷命官种谷下毒 你说该不该带你至此 是才我听见有人说要问问种谷人 是谁说的这句话 王夫人谴笑却不回陆毅的话 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我说的 有何不可 盖书一拍胸脯 嗯 听声音就知道是你 陆大监 这不是普通的七情草 是加了一道符的 这道符的解药不在我这 在我姐姐手里 可是我姐姐在哪 你们去找好了 反正是我是找不到她 王夫人依旧谴笑道 在场的人一时皆呆愣住 这王夫人怎还识的盖书 盖书自己也一脸猛 王 王夫人 你 你怎知我的名姓 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姓 我还知道你是要亡谷的 你还一直钟情你的师妹 可惜了我一片痴心的姐姐 王夫人看着盖书缓缓道来 不过呢 你算是救过我半条命 我告诉你 那不是普通的七情草 算是还了你十八年前的人情 盖书耳边一直回想着那句 我一片痴心的姐姐 心下意淋 难道她是二方 嫩她寻不到一丝原来的模样 且二方有信仰之正 可是好了 盖书试探地问道 你是二方 陆大人 事情我已经说清楚了 可以放我们母女回去了吗 王夫人并未回答盖书的话 而是看相不易 王夫人觉得 自己能回去吗 你给本官种骨下毒该当何罪 陆一面无表情地看向她 王夫人可知 王侍郎在历年官员升迁 考评中收受贿赂 王夫人一愣 瞬间明白 自家夫君殷和要给女儿种骨 而且她也从未想过 种骨也会获罪 说吧 令姐到底在哪儿 找到令姐拔出骨毒 本官便不追究夫人的罪责 陆一冷着脸 王氏郎获罪后 等官至少也可保你母女 不留放不尽叫方思 陆大人 妾身真的不知姐姐身在何处 王夫人立即没了先前的趾高气阳 她每年初秋会来看我一次 再来要等到明年了 报上令姐明信 等官自会派人去寻 陆一翘起二郎腿问道 原来较大方 现在她对外称自己为陆芬 听到陆芬的名字几个人互相看看 王夫人 要委屈你与恋爱几日了 陆一转眸看看小蕊 将她唤醒 截兰太掐住小蕊的人中 不多时小蕊悠悠转醒 将人带下去 好生安排 陆一吩咐道 陈芬将母女二人带走 寻了间距离行训是罪人 相对干净的牢房 陈芬芬将人带走 今夏立即道 大人 明日我们便去万花站巡路分可好 嗯 还要劳烦前辈也一同前往 陆一向盖书施礼道 那是自然 盖书从善如流达道 回眸看看林玲 林儿 你现在身子不便 便留在善衣堂吧 林玲轻柔地笑笑 师兄若是只顾虑我的身子 大可放心 若是尚有其他顾虑 我不去也可 我 我当然是顾着你的身子 还能有什么 盖书别别嘴 书 还不明白吗 老师交代陆芬是怎回事 惊吓仰头 眯起一只眼笑看盖书 小丫头片子 交代什么 你说我玄弧济世 光明磊落着呢 盖书眼角余光瞟着玲玲 好 书就给你讲讲 说得医者人心 还记得二重相把 盖书拉长声音 所有人皆看向他 是呀 无内的几个人 谁会不记得二重相 几个月前 盖书 林玲 陆毅 陈福 皆因未明中过此毒 且盖书说过是他早年制的毒 后来尽数销毁 只不知是如何流出药亡谷的 当时因未明断腿仓皇离京 便不了了之 未再追查 我说过 二重相曾经给过一个新养之人 那个人便是二方 当时十二岁 八岁时父母双亡 得了新养之证 国外出游历寻要归来 偶遇他姐姐大方 他姐姐见我背着好多草药 便恳求我救他妹妹 我便给了他些许二重相 不料二方好了大半 他姐姐又来找我要二重相 我却不敢给了 担心会让人置换 还有我也不想与大方有过多交往 毕竟灵娃 灵娃 盖书边说边瞄一眼灵灵 看我干什么 灵灵对道 若不是今日这事 我还不知道 你陆大监还有这么一段桃花债呢 这 这这算哪门字桃花债 盖书一脸无奈 我 我只是给了一包药而已 只是一包药而已 今下调侃道 书再要亡谷 陆芬 不 那时叫大方 本 不管是大方 还是陆芬 左右是一个人 他第二次是如何找到书 再次索要二重相的 这 这 盖书有些语色 声音小了下去 当时大方也被蝎虫所伤 我看他们姐俩可怜 接着又看看灵灵和惊吓提高了嗓门 就 就经常与些草药 与些草药给他们 懒得与你计较 灵灵扬免看向陆义 义儿 明日背下马车 我定是要同去的 那陆芬义会有些宝贝 去见识见识 还有 说不定你那二重相 就是陆芬流出的 灵灵携地向盖书 嗯 有道理 还是灵儿聪明 盖书陪着孝树起大拇指 将来我儿子定与灵儿一样聪明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